为什么常常鼻子没味道 耳朵也有一点耳蓉 身体不太对劲 初期被当成感冒 渐渐的家人发现不是这么简单 就是整个性情大变 就是他变得很像小朋友 他会一直吃 然后他会讲重复的事情 裤子湿了 然后就在外面到处走 时常要湿尽 还会打飞所问 时间错乱 赖女士就像变了一个人 嗜睡精神恍惚 以前总是注重整洁 发病期间外表不修边幅 时常望东望西 个性跟过去差别很大 家人误以为是失智 到大林慈禧医院求诊 医师安排电脑断层扫描检查 这才发现右侧额叶 有六公分大的脑末瘤 这种地方的肿瘤 要特别的是说 我们的额叶跟人格 跟记性和外面影响很大 大脑额叶区负责控制思想行为 以及肢体运动 受肿瘤压迫 人会无法表达出适当情绪 有记忆力障碍 性情突然转变 临床上有患者本来很开朗 生病后变得郁郁寡欢 脑末瘤其实都是良性的 这么大的话 没有办法用其他方法 那鼻翼的治疗方式就用手术 现在的赖女士已经完全恢复健康 家人眼中熟悉的她又回来了 大海新闻嘉宜淡林综合报导